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中一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称 中美贸易战打到贸易停止的时候,战争就将爆发 由于此前中共左派媒体《环球时报》曾发表一天射评 声称中方不惜将贸易战打到贸易归零也不后退 有网友调侃称,马云之语以四腔生还时获上郊游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4月8日至11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当地时间4月9日晚,马云现身博鳌论坛年会晚宴 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夫妇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法国前总理,巴基斯坦前总理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仲等人出席了这个晚宴 马云在晚宴上与拉加德展开对话时谈到了近期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 他声称,维护国际贸易秩序是应该的,但贸易不仅仅是产品和商品的问题 还涉及到要尊重大家的文化的问题 马云说,如果规则不好的话我们要改善,但是不能够乱来 贸易是磋商,并不是讨价还价 我相信,如果贸易停止了,战争就会爆发,那这个世界就会停止发展 马云表示,在中美贸易方面,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间 的确存在问题和分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贸易战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强调,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都应该遵循自己制定的规则 比如世贸组织 他表示,如果发生了贸易争端,有人违反了相应的规则 都应该由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此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 曾于4月7日发表一篇题为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的社评 声称白宫如果考虑制定1000亿美元关税计划 就必然会对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形成无差别打击 那么中方也会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实施地毯式轰炸 中美贸易战照这样打下去,就是朝着把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归零的方向打 而中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地打下去 直到把太平洋打成国际贸易的一道天欠云云 由于自从中美贸易冲铺升级未关税大战以来 只有环石提出过中方不惜把贸易战打到中美贸易归零的说法 所以马云日前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的贸易停止 战争就会爆发之余,被网友调侃为马云枪声环石或上郊游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4月10日在中国海南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由于实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 习讲话中提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被认为是赠送川普的两大礼物 习近平强调,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主动扩大进口 习近平说,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 今年,中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 增加民众需求比较集中的优势产品进口 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4月9日 美国总统发推特称 现在的安排是美国对中国产的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 中国却要对美国产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 这听起来像是自由或是公平交易吗? 不,听起来像愚蠢的贸易持续多年 在此之前,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 4月5日川普宣布对于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关税之外 考虑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令世界股市震荡 股市指数出现数百点的大幅波动 美国股市6日暴跌超过2% 4月6日,川普接受纽约WABC电台访问 提到美国股市受中共关税报复后的影响时 他说,我们可能会失去一点点 但当我们完成时,我们将有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采访时表示 川普真的是第一位对中共急于反击的总统 中共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高壁垒 对美国产品征收高关税 这些做法,不仅不公平,也是非法的 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 他说,必须有人去解决这个 川普总统把自己看成是一位自由贸易者 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者必须进行大量的改革 来停止这种非法的,不公平的贸易 公平贸易的问题解决了 不仅会及美国,也会及世界 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披露 美国针对中国的1500亿美元关税措施 已精心准备好几个月 这不是谈判中为获得让步而采取的战术 这些措施将会付诸实施 外界分析,如今习近平在博敖亚洲论坛 宣布的酝酿已久的重大举措 应该已经满足了川普的要求 其中只是产权保护和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被认为是赠送川普的两大礼物 相信中美贸易战或就此熄火 川普8日在推特发推文预测 中国将取消贸易壁垒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美中两国之间威胁要互相对数千亿美元货物 增加关税的僵局能够解决 他说,中国将会拆除贸易壁垒 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争论将会是互惠的 并且知识产权的协议也会达成 4月8日周日 川普总统发推文勾勒美中贸易愿景 缓和了市场人士对美中可能爆发贸易冲突的担心 全球股市周一普遍上扬 美国三大股指开盘不久均上涨于1% 截至周一 4月9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90点 涨幅为1.2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30点 1.1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09点 1.58% 道指周一盘中一度大涨440.4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最高 分别上涨1.9%和2.3% 然而 在收盘前一个小时 传出联邦调查局官员突袭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科恩办公室 三大股指下跌 以小涨作收 周一收盘 道指上涨0.19% 达到46.34点 收在23979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3% 收在2613.16点 纳指上涨0.5% 达到6950点 亚洲周一股市表现抢眼 几乎以上涨作收 香港恒生指数收高1.3%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0.5% 韩国COSPI指数上涨0.6% 三星电子股价攀升1.7% 纽西兰收高0.73% 澳洲小涨0.3% 欧洲各国股市周一多数以上涨作收 英国 法国及德国股市的涨幅均于0.1% 表现最亮 沿着未得一致银行 股价上涨2.5% 由于受到上周五 4月6日 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 俄国股市9日大跌141点 跌幅达11.42% 上周 美中两国贸易冲突升级 计划将针对数百亿美元的对方商品加征关税 造成上周美股三大股指下跌 道指跌2.34% 纳斯达克跌2.28% 标准普尔500跌2.19% 部分市场分析时认为 周一全球股市普遍上扬 除了与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出现缓解现象有关 另一个因素是媒体报道 美方确认朝鲜已准备与美国讨论朝鲜半岛 无可化问题 安本高准投资管理高级投资经理人艾塞 艾塞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 华府与北京在贸易问题上的交涉策略 有可能采取其对朝鲜的谈判模式 即先采取强硬立场 随后再以较为友好的方式与平壤交涉 艾塞认为 在交涉过程中偶尔出现失误是难免的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没有看到任何会阻止美中两国 达成贸易友好协议的因素 对我来说 这是谈判前的开局 这个谈判最终将引导到美中两国之间 更强大的贸易关系上 艾塞说 川普总统4月8日发推文说 尽管美中两国有贸易分歧 但是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一直是朋友 并暗示美中贸易冲突即将获得解决 他说 中国将消除他的贸易壁垒 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两国关税将变得互惠 知识产权的协议将会达成 两国将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同一天美国财长母亲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他预计美国和中国之间不会发生贸易战 美中贸易关系因301关税区域紧张 美国财长及白宫经济部门周五表示 美中之间不存在贸易战 愿意和中方沟通 希望中方能提出令人满意的方法 解决其强制技术转让及窃取知识产权等不公平贸易问题 4月5日晚间川普总统表示 由于中共采取不公平的报复行动 已只是贸易代表USTR考虑对另外的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加征301惩罚进关税的可行性 4月6日中共商务部发布声明表示 对于美国的单方面行动 绝对会不计代价反击到底 美中贸易的最新情势搅动美国股市 道琼斯工业指数6日下午一度下跌于700点 收盘时下跌约572点 工业股价重创 开拓重工及波音公司的股价跌幅超过3% 牛津经济分析师6日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 重要的是此等可能加征的关税 细使谈判结果而定 因此现阶段不应被视为是最终的关税 美国财长努母辛6日接受CNBC访问时说 对于如何应对美中贸易争端 川普政府已准备就绪 并强调美国的目标 依旧是不和中共进行贸易战 对美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时谨慎乐观的态度 努母辛表示 美国正在与中共进行沟通 但没有透露任何进展 现在我们已启动一个计划 301关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生效 公众有提供评论的机会 在关税生效前的这个阶段 我们将继续讨论 川普总统想要的互惠贸易 他还指出 川普总统与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其他官员 每天都在积极地演绎这项计划 努母辛说 美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战略 一方面我们绝对有意愿和中方谈判 并不是想要贸易战 他说 另一方面 川普总统想要捍卫我们的利益 美国USTR在4月3日公布对中国1300多项产品 加征25%关税的详细清单 并征求公众评论 以应对中共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行为 产品范围包括医药 疫苗 机器人 航空和半导体机械等高科技产业 机械和化学品等中间产品 以及洗碗机 雪梨和摩托车等消费品 年进口总额约为500亿美元 中共4月4日表示 将对包括产自美国的大豆 汽车 化学品和飞机在内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 进口额同样约500亿美元 实施日期是美国生效日期而定 虽然你加码对千亿美元中国商品课税 但是川普并未关闭资商大门 他在4月5日的声明中说 尽管如此 美国仍然准备进一步讨论 以实现我们对自由 公平和互惠贸易的承诺 即保护美国公司和美国人民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白宫经济部门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周五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 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很好 川普认为一旦美中展开谈判时 习近平会是非常有才华的谈判代表 谈判还没有真正的展开 库德洛说 中共回应了我们的抱怨 只是他们的回应一直无法令人满意 此外 库德洛说川普要求考虑是否在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只是在寻找可以采取的选项 还没有任何的具体建议 他们正在考虑进行第二轮的关税措施 但是他还没有通过 也尚未执行 只是在考虑阶段 要看USTR的最终决定 我甚至不想把这个称之为谈判 库德洛不抽到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谈判 我希望如此 我想大家都希望如此 我不想扰乱经济 总统也不想扰乱经济 我们不需要破坏经济 至于何时展开谈判 他说 没有时间表 他强调 针对拟义的301关税商品清单 有公众评论期 并且在整个期间内都可以 并将进行对话 将持续几个月 库德洛说 这样的对话总是在持续着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对话 美中间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官员也在对话 也许到目前为止 可能有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但是我认为对话结果一直不能令人满意 所以我们等着看吧 周五稍晚 库德洛在白宫外告诉媒体记者 这不是贸易战 这里没有战争 美国只是试图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并强调川普并不想利用官职作为谈判筹码 只是希望中方有所改变 当被问及美国希望北京采取什么行动时 库德洛表示川普和莱特希泽 正在考虑向中共提交一份贸易政策建议清单 希望因此带来一些改变 他补充说 如果真的向中方提出这样的建议清单 那么希望到时候能得到北京的善意回应 提供可以解决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知识产权问题的可行方案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中一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称 中美贸易战打到贸易停止的时候 战争就将爆发 由于此前中共左派媒体《环球时报》曾发表一天射评 声称中方不惜将贸易战打到贸易归零也不后退 有网友调侃称 马云之语以四腔生还时获上郊游 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会4月8日至11日在海南博鳌召开 当地时间4月9日晚 马云现身博鳌论坛年会晚宴 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夫妇 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 法国前总理 巴基斯坦前总理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仲等人出席了这个晚宴 马云在晚宴上与拉加德展开对话时 谈到了近期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 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 曾于4月7日发表一篇题为 即使中美贸易归零中国也不会后退的社评 声称白宫如果考虑指定1000亿美元关税计划 就必然会对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形成无差别打击 那么中方也会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商品实施地毯式轰炸 中美贸易战照这样打下去 就是朝着把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归零的方向打 而中方将不惜一切代价地打下去 直到把太平洋打成国际贸易的一道天倾云云 由于自从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位关税大战以来 只有环石提出过中方不惜把贸易战打到中美贸易归零的说法 所以马云日前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的贸易停止 战争就会爆发之语 被网友调侃为马云枪声环石或上浇油 不 他声称维护国际贸易秩序是应该的 但贸易不仅仅是产品和商品的问题 还涉及到要尊重大家的文化的问题 马云说如果规则不好的话我们要改善 但是不能够乱来 贸易是磋商并不是讨价还价 我相信如果贸易停止了战争就会爆发 那这个世界就会停止发展 马云表示在中美贸易方面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间的确存在问题和分歧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贸易战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强调 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都应该遵循自己制定的规则 比如世贸组织 他表示如果发生了贸易争端 有人违法了相应的规则 都应该由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此前中共喉舌人民日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写定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 4月9日美国总统发推特称 现在的安排是美国对中国产的汽车只征收2.5%的关税 中国却要对美国产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 这听起来像是自由或是公平交易吗 不 听起来像愚蠢的贸易持续多年 在此之前 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 4月5日川普宣布对于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关税之外 考虑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令世界股市震荡 股市指数出现数百点的大幅波动 美国股市6日暴跌超过2% 4月6日川普接受纽约WABC电台访问 提到美国股市受中共关税报复后的影响时 他说 我熬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4月10日在中国海南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由于实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际 习讲话中提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被认为是赠送川普的两大礼物 习近平强调 在扩大开放方面 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 第一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第二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第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 主动扩大进口 习近平说 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 真诚希望扩大进口 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 今年 中国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 增加民众需求比较集中的优势产品进口 加快加入世界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备